第十六,龟第八集 厲害 好,我們這次介紹的是NECA忍者龟第二集 Lekha的大奸角 你很喜歡玩的 幸好還有一個咪 幸好而已 謝謝 這次介紹的是NECA忍者龟的大奸角 剛才阿迪說你很喜歡這奸角 很有霸氣 因為許瑞德先生第一集有一個賣 相比之下應該是弱計很多 這奸角基本上高了整個頭 但我和你相反 我覺得第一集比較經典 是漫畫版的造型 它的尺寸和印翼龟是比較平排 好像比較適合尺寸 這奸角好像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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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這件事實在是很漂亮的 我喜歡這奸角 還有手型這次也挺多 這次好像有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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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料的 後來喝了這些東西 變成這麼大的 很難得 這次NECK有這麼多手型給你 通常打死都不會給你手 雖然它的臉上 雖然只有眼露出來 但我覺得它做得都很到位 對 不可以的 他的相式介乎《二次元》和《真實之間》 對,他有相似像卡通白銀動畫式 但其實這是真銀的電影 所以第二集好像不知道香港有沒有相片 因為第一集大家可能看過 第二集大家都好像不太熟 因為第一集是迪安配音 第二集大家好像不太熟 好像也不太熟 這個造型我比較少見 對美換來說基本上所有關節都齊齊了 再加上良好的著色 基本上Nekka的上色比Hastful更漂亮 好像舊化陰影 那些也有齊齊 尤其是手的雕工 你可以看看手的雕工 像老人紋 它有點像早前的老鼠師傅的手 對,老鼠師傅的手 對,老鼠師傅的手也有點像 都給你了紋路 它也有點像打了陰影的滲線 反而我忘了出電影版 有沒有西牛怪和西牛怪 好像沒有出的 最慘的是 其實在卡通片裡 最經典的那個 有個腦子在大隻腦 肚子那個都不出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那個才是大波士 它有出動畫版的 之前也有出過 對,但它有動畫版 但沒有電影版 即是沒有真人版的 那個才是大波士 其實如果在卡通片裡出現新電影版的 人隻龜 我覺得都可以 即是早幾年 3A也有出12吋那個 對,因為那個有西牛怪和蜘蛛怪 對 如果它出現那個版本的 人隻龜 尤其是那個版本的許說 都是很帥的 對 還有那個女記者 對 對 不過這個盒子有什麼特別的 都沒有 沒有特別的 這隻的造型很漂亮 性格比是超值的 很帥的 真的沒得輸 有夠大隻 有夠漂亮 好 這隻其實沒有什麼玩 所以大家喜歡的 二百多元 就是絕對不走緊 對 它們的斗篷很帥 對,斗篷很漂亮 有一點像它的質感是亮亮的 對,亮亮的 再加上一點 還有它就算沒有鐵線 但是它擺放飄飄日 都自然 都自然 自然 好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這樣先了 還有一樣 還有這個 厲害 重中之重 好 待會見